現在大家在看這個website 就是香港考古學會的一個網頁 現在想講講關於香港的歷史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誤解說 香港人都是一個所謂中國人 所謂的賢王子孫 因為賢王子孫 話說當年 黃河流域一帶 有些所謂賢王的民族 那些叫黃河流域的文化 說當時人們都遷來南方等等 實際上發現 這個故事是非常欺騙成份 為什麼呢 我們最近由1970年代、1960年代 甚至1990年代 我們有很多考古學在香港進行 考古學發現就是什麼呢 實際上香港就是所謂的粵文明 那個文化那個長度 就是那個歷史 其實是遠比所謂漢文化 秦漢文化的一個文明 是歷史悠久很多 以及先進很多的 實際上我們看回這一段文章 就是香港考古學會發現什麼呢 就發現60年代、50年代都已經發現了 就是所謂李正屋的位置 當時也發現到一些所謂東漢年代 我不是說東漢 那就是東漢年代的一些雅片 為什麼我不是說東漢呢 因為實際上所謂東漢 其實當時的漢民族侵略南 由西北侵略到南方、東方 東方就是所謂老國 南邊 就是我們的所謂文明 那麼侵略的時候 實際上香港是不是包括 漢的版圖裡面 是成語文的 那麼現在到現在 考古學都沒有辦法知道 那麼但是 有另外一些考古 其實證明是有些問題 我們遲些有機會再講這個問題 那麼1967年 那麼香港考古學會 也都有去發現 在深灣 在南亞島等地 發現什麼呢 就是發現到一些古石器時代 或者中石器時代 和銅器時代 一些遺跡 它的歷史的長度 沒有去到哪裏呢 就是去到公元前 三千年前 至到公元前 三千八百年前 那麼當然它是經過炭十四的化驗 那麼它有個report出來的 那麼它直至一九九零年 甚至沒有呢 在香港各的地方 例如赤立角 在香港 元朗 屯門西 還有 這個 這個 尤其是 我看一看 咬西州 在一九九四已經發現 實際上 香港當時是有一些 陶瓷器 歷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 五千年前 那麼就是相對現在來說 現在是公元之後 二千零七年 那麼其實有七千年的歷史 那麼大家都知道 大家經常聽到 炎王子孫的 炎王子孫的 所謂的 黃河流域文化 實際上多久呢 實際上 五千年 到現在 暫時來說 發現 最遠古遠古 一個黃河流域 發掘出來的文化 石器時代文化 只有一五千年 證明什麼呢 證明當時的粵文化 是早了 所謂的 秦漢文化 是二千年 那麼就是說 實際上 當時是 西北方人 因為他們是比較 兇悍 比較野蠻 他們利用不同的武器 當時他們的武器 大家都知道 秦朝的時候 就是秦人的武器 是非常強悍的 強勁的 相對來說 南方當時 農業社會 都有些文化 社會 爆料心 他們是無法抵擋 這種野蠻民族的心力 實際上 實際上 香港人 是不是 現在所謂的 炎王子孫呢 我們留在下一次 我們再談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下一次 有另外的證據 證明其實 香港人 不是龍的傳人 而是什麼呢 而是所謂的 虎的傳人 找人 找人 找人